老人失智症 它產生的原因有非常的多 對 那麼其中有一個原因 是叫做阿茲海默症 但是其他的原因 包括什麼樣 血管性失智症 就是說血管堵塞 對 其實我再說一遍 其實在健康同學 我講過幾次 就是老人失智症 是因為這個腦袋裡面的 記憶區的神經細胞死掉了 對 死掉之後 它不足以支撐你的記憶 所以因此記憶才會退化 對 那神經細胞死亡造成退化 那怎麼造成神經細胞死亡呢 對 它的原因可以很多種 你是因為阿茲海默症 造成的神經細胞死亡 可以造成失智症 你因為血管供血不足 造成的神經細胞死亡 也可以造成失智症 你因為外傷撞擊 或者毒素 環境毒素傷害 或者是年紀大了 它自然死得比較快 但是因為自然死得快 照道理大家都一樣 不應該是這樣 所以應該它還有別的原因存在 所以才會加上環境毒素 或者年輕的時候 是不是有車禍撞擊或什麼的 那這樣子都會造成什麼 神經細胞死得比別人快 然後這時候 你就會出現失智的症狀 那但是呢 在所有老人失智症的原因裡面呢 阿茲海默症占大中 大概才有60% 這樣子 對 那它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現在發現呢 是它的理論 現在理論也是很多啦 莫中一世 但是主要有幾種理論 第一個理論就是說 比如說是澱粉斑塊累積 因為我們身體裡面 有非常多的蛋白質 那這個蛋白質 本來就好好的應該 產生代謝 產生代謝 結果沒想到有一種蛋白質 產生了它代謝 它就壓在我的神經細胞上 把我給壓死了 那這種呢 是第一種理論 但是也有另外一種理論 是認為說 它的神經傳導的部分呢 它的那個傳導鏈 出現了問題 所以神經細胞 也跟著萎縮掉了 所以它的理由還是蠻多的 但是不管 就是以阿茲海默症 這個原因來講呢 它是佔60%的老人失智症 那你問我三高會不會造成 老人失智症 那這要看統計數字啦 這邊好像有一個手版 是不是應該拿出來講一下 再讓潘教授講一下 那潘教授來幫我們講解一下 高血脂是不是真的比較容易造成 這張頭版呢 各位可以看到 高血脂症容易造成阿茲海默症 這是根據1964到73年的統計數字 從1萬個40到45歲的中年人呢 調查 結果發覺呢 膽固醇越高的 得到阿茲海默症的機會越高 那事實上呢 除了血脂以外 血糖跟血壓也都是一樣的 他們經常說 蟲這樣掛起來 一股一股就出來了 所以你如果能夠把血脂 血糖 血壓去了解的話 它們事實上都彼此相關的 而這些都會有引發 所謂的阿茲海默症 我們常聽到那種阿茲海默症 就是會有人擔心說是不是遺傳 好像爸爸媽媽有失智症 是不是我就會有會擔心 它會遺傳嗎 它是遺傳基因的一種疾病嗎 根據統計呢 阿茲海默症遺傳的也有 但是年紀大而引起的比較多 還是多一點 所以跟遺傳關係比較小一點點 對 然後你常常聽到人家說 年紀大了以後要 打麻將 這樣也比較不會得到 所以要鼓勵年紀大的年長者 多去摸這樣 所以有時候退而不休是好的